公益品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 在这一组它的成绩一直很稳定 所以帮助整个队的成绩达得很漂亮 总成绩目前这一组是-9 排在并列第六位 所以普斯和供应品交流很多 看样子他们两个关系也是不错的 而且他也是应该是很信任供应品 所以我们看 最后为数不多的机会 他们能不能够抓住 从试会来看 菲尔普斯的催杆 还是不错的 对业余球人来讲 这种手腕的角度保持很重要 这其实是非常难退的一个位置 因为这一道脊梁是 横跟于国领的前后的 那么在下坡的时候 它这个速度会带得非常快 所以这就是黑石球场的 这个国领上最大的难度之一 起伏非常大 目前是Kathryn Eicke这一组 仍然是单独领先 打到最后一栋了 Darren Clark 黄平 还有安丽加西亚 这三组球员都已经接受今天的比赛 那么唯一对前三还是有冲击力的 就是罗纳尔多那一组 从前面目前是负实 Anthony Wall 还有马德库沙尔都还有一栋 将即将结束今天的比赛 对于罗纳尔多这组来讲呢 现在他们其实只落后被列第三名 一杆 那么还剩下的这个16栋的带打呢 16栋也是相对于比较简单的一个短丝杆洞 看样子他们还是有机会 所以我们还剩下的这种 应该是第16栋梯的梯台 这一栋 也是罗纳州这一组的最后一栋 他们说第17栋梯开的球 罗纳尔多的开球的距离 在这一栋 男子业余应该是360码 很短的一个四肝洞 如果这一栋可以有一个 Burdy进账的话 成绩将会发生改变 这一栋梯的梯 罗拉罗准备击球 我们不知道是她的习惯还是怎么样 她好像给我感觉缺乏了一个瞄球的一个环节 机球不错 看看效果 果然是直接对着国领打 因为这一栋其实从替台 这个替台打到国领的话 大概280的飞行距离就可以够了 这一栋顺风的状况 相当有机会 好 回到菲普斯这边 她要4part的一个推杆 第16通的国领 其实今天菲普斯还是有一些在国领上比较不错的机会 就是推杆好仿佛不是很给力 不知道今天结束之后她会不会去练习过轮 练习一下自己的会干和推干 回到14栋 目前领先祖的女子求手 三个人 是肥大事 我也是肥大事